今天回到台灣 帶你來關心的是 馬上元旦有新的政策了 什麼新的政策呢 購屋族愛租倚就歸來 明年元旦開始 如果你買預售屋的話 停車位不計入土地持份 這怎麼想 簡單來說兩個概念 沒有土地持份 有沒有差 其實也沒有差 現在市場上幾乎都沒有了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這是明年1月1日正式公布 我們先講 前兩年買的預售屋可能會有 對不對 所以請觀眾朋友check一下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交屋 沒有蓋好的城屋 你說2017年2018年買的預售屋 搞不好那個時候裡頭有土地持份 那現在的權利義務關係 未來在交屋登記的時候要怎麼算 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剛剛你有談到 車位也蠻複雜的 對 車位到底怎麼計算機真的差很大 對 簡單來一下 觀眾朋友都看 一個250嗎 不就一個250嗎 一個車位你就買個車位就250萬 台北市的淡黃區的邊邊 還有新北市像什麼板橋新店那個地方 就一個車位都250萬 很貴好不好 很貴 但是你有沒有往前走一步怎麼算 簡單說車位的坪數一般來說12坪 車位什麼概念 5.5米乘以2.5米不用打計算機 我幫你算4.16坪 為什麼12坪 還有車道 對不對 還有車道 所以車道概念加起來大概是一般來說都是12坪左右 就是8坪的車道4坪多的車位 好 如果我們就250萬 如果單價除下來是不是就20萬 對不對 好像很簡單 但是建商有時候會告訴你說 你看我車位給你登記少一點 你只要6坪就好 登記少一點對誰好呢 每個車位我登記6坪好不好 OK 反正你才4點多坪 我車道給你少一點好不好 好 OK 但是我6坪之後就變41萬 這個不重要 重要在哪裡 剩下的6坪我列為公設 大公喔 那大公的房價是多少 它是照房價算的 所以他車位給我們算6坪 其實是對消費者不利的 所以 因為另外的6坪算進大公之後 是用房價來算 對 那房價1坪就不是41萬了 如果一個車位250萬的那些地段 對 房價應該是1坪 7.80萬 7.80萬 420萬 OK 所以建商一樣賣你一個250萬車位 所以我們最好是要建商 車位評數大一點好 應該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學 一樣250 一樣的 一樣是一個車位 對不對 所以你觀眾朋友 如果你現在手上有所謂的建物騰本 你稍微看一下你自己的騰本上面 它裡頭會有主建物 副主建物共有部分 對不對 共有部分裡頭就包括什麼水箱變電 什麼一大堆 你們分一下到底當初建商把車位給我們列一平 它給多少 對不對 如果車位列的少呢 其他的他就把你列到公社去 列到公社呢 就算房價 就用房價算 哎呀 那就 虧很大 好厲害喔 同樣是一個車位 你看這學位就那麼多 再來再來 我們來看喔 其實還有它的學位 我們就講一下 其實觀眾朋友 車位學問真大 你看這車位多亂喔 觀眾朋友整張你看到喔 買中古 小心房仲偷吃不合 我們也不講房仲不對 我跟妳講觀眾 這麼大一邊 千萬注意這三個字 刮壺含車位 很簡單喔 刮壺含車位 權重評數呢 經常會看到 比如45.59評寫 含車位 這個意思是 這就看不懂了吧 對不對 裡頭有兩個事情 它是含車位的價格 和含車位的評數 這就有學問了 這就有學問了 好 學問在哪裡 來來來看 這個現在 一般觀眾朋友就直接看 1880刮壺含車位價格 對不對 是 實際上還含評數喔 來算喔 車位價值評數 1880除以45.9 如果除以這個評數對不對 45.59評 很好啊 41萬對不對 沒什麼概念 但是如果1880 你扣掉一個車位200萬 那就是1680 你要不要再扣掉車位的評數 我如果剛才講 譬如說12評 要啊 那是不是 我們就隨便估 你的售肉就主建物加附屬建物 就30評 一評是56 所以到底這個房子 單價是多少 你得仔細算 單價應該是56 以為是41評 你愛要買的便宜 其實仔細算 其實單價是1評56萬 差多少 差好多 那你會覺得 有夠小的啦 你看這樣除下來才40萬 旁邊的人都50幾萬 那是小的 結果自己買到 自己才笑 笑得很開心 那車位怎麼投資呢 有些人說我買不起房子 我就投資車位吧 我們來看 車位的合理價格 我們上次談過 在車位單價的3到5倍 但這差很多 如果1評60萬的話 車位有可能是180到300 但是180你通常買不到 好 來簡單看 車位總類的價格有什麼分 我們先講一個概念 越高越貴 越低越便宜 對不對 但是觀眾朋友 數學不要搞錯 B6是比較低的 你知道嗎 B6是比較高的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B是往下 對 大概有5種車位 你看中華民國學問大了 然後波平車位比較簡單 如果以波平車位250萬來看 對不對 大概波平機械就 平面開下去 再變成機械大概180 然後呢 機平車位 就坐電梯下去再平面 這個大概150 這個就好玩了 機機車位 不是 OK 機械進去 再機械 這個部分大概也150 另外一種就是 你站在門口 停好車 人下來 車子就進去坐電梯了 對不對 這種就更便宜一點 但是還有不同的價格 你在這個的價格裡頭 你還分你的平面 但我們會講 離電梯比較近的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波到平面車位呢 跟波機車位 波機車位大概是波到平面車 大概7折 有一個比例 大概大概7折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往下來看 大概這個比例 倉儲呢 大概就是波平的一半 大概就是這種比例 因為我們製作單位 跟我在研究 我說 像我公司旁邊 我就很想投資 南京復興站 那個地方 地點不錯吧 是 車位 對不起 你有錢也買不到 一個300元 你還買不到 然後還 不好意思 什麼波平 那租金怎麼訂呢 那是機械車位 來 我們先跟外面比一下 旁邊的租金 如果路邊停車 是60塊一小時 對不對 台北市還有那種80塊的 對不對 是 還有百貨公司100塊 還有百貨公司 對 60塊乘24小時乘以30天 一個月 我們抓1分之1就好 用1分之1算 1分之1算 月租用1分之1算 對 所以你要投資的話 你要考慮到 你是不是能夠收到 14400塊 大概通常比較高 收不到 12000差不多 我們公司那邊 機械車位 12000一個月 對不起 還沒得租 所以收得到 一個月12000 開什麼玩笑 捷運站旁邊的辦公大樓 那比投資套房 好 來…算… 如果一個車位300萬的話 我們就1萬4千算 算下來是5.6% 如果是1萬2千算的話 也有4.8% 那比投資套房好 當然啊 而問題是 我跟你講 車位的重點在哪裡 它絕對是蛋黃中的蛋黃的東西 你不要去什麼蛋白區做 做這個 沒有那個市場的 用來的 對面 雙方便 一整一個 整個大樓 駿 感谢观看